主席,我们政府,各位首长,各位同仁 在这边,是不是我跟我们经建会的主委蔡主委 而且蔡主委是国土规划的专家 我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主委 主委,你可以看到 像这样子一个泰玛里溪 这样子一个溪流 全程流域的输郡 整治计划,一而再再而三 而且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而且政府也投入庞大的重复的资金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行政院正在考量 就是内政部所提出来的 说要把消防署变成灾害防救署 这样子的情形 那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 要跟经建会的主委蔡主委 做一个说明 你可以看到在美国也是一样 过去很多部会的成立 是为了追求经济的成长 那么追求国人的安全的各方面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发现 在追求成长的同时 如果说不仔细去规划相关的保护的话 减少损失的话 那这个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可能更大 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冲击可能更大 所以说美国有这个联邦啊 这个紧急灾变管理局 这个所谓的FEMA 那这样子的这个成立 那么他的成立啊 也不是取代消防局哦 也不是取代消防署哦 他是啊 整合协调提高位阶 然后事实上他的下面各个地方 还是照样成立消防局的啊 那么消防局只不过是执行啊 救灾的任务之一 那FEMA联邦紧急灾变管理局啊 他扮演的角色啊 是减灾啊 然后这个防灾 然后救灾 还有这个重建 还有事后的保险啊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啊 这一部分 那我在这个地方就要请金建会的主委啊 您是小内阁啊 真的真就这一部分啊 我们要提出来啊 就是啊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 分属于各个政府部门单位的 有农委会 有水保局 有经济部 水利署 有地方政府的 重重复复的编列 都是事后啊 发生问题之后啊 然后在救灾 然后你一定安置千春的 相关的这个方案 事前啊 你可以看到 像美国的联邦紧急灾变管理局 所做的工作 防灾减灾的部分啊 真就国家国土 各地区域聚落 一些危险的脆弱的一些地形 或者是啊 都市里面地下生生命线 维生管线 瓦斯线 这个电线 共同管沟 这些东西啊 可能会造成啊 这个爆炸的这种事情 他们都早期做各种各样的监测 甚至这个演练啊 这种情形 那么早期发现 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危机的指数了 那么就要疏散它的密度 甚至要强制的千春 政府有各种各样补救的这种做法啊 补偿的这种做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是不是请这个主委啊 你也是国土规划的这个专家 我们在这一部分啊 灾害防救署要取代消防署 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应该是在行政院的这个层级啊 你可以看到 我们海巡署都可以成立行政院的这个部会 灾害防救署 我们应该成立灾害防救总署 把消防局啊 把这些消防署啊 这些相关的单位啊 都能够纳在它的这个下面 甚至气象局啊 纳在它的这个下面 然后能够做防灾减灾啊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作为 我想听听这个主委您的意见 好谢谢 有关这个灾防署啊 以我的了解是当初是这样 我们国家总是有这个 所谓risk management相关的 那么尤其现在因为这个 期货异常变迁的这个情况 那在我们国内啊 以后的这种异常现象会经常发生 对啊 台湾的地形也是危险的地形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灾防 就是所谓先要防灾 减灾 然后再避灾 那么再救灾 那么这个您很清楚 那刚刚您谈到这个 我们事实上希望说把灾防署啊 就有关于所谓physical 就是实质面的所有各种危险 跟避灾灾难的防治啊 由它来做总协调啦 这个是它是一个总协调的单位 那么在这个下面各部会 现有的职权 它并没有 大概基本的我的了解 它未来的做法 跟您刚刚所提的 FEMA的那种功能啊 是总协调的功能 还有规划 那么当然这里边啊 刚刚提到 就比如说河流 这个我们现在也希望说 台湾以后要从整体河流区域 来做这个综合治理 那么有关以后 这个刚刚仔细所提的 这个案只不过是来作为一个示范 要以后要从推广到所有的河川去 那我们现在也在正已经报行政院了 就是说要成立流域相关的协调的这个机制 尤其以后投资的时候 要整条流域来 所以说我说 这个经济会主委蔡主委 您是统筹国家总体经济大政方针发展的 那么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损害的这个减少 这部分要成立专质的机构 这部分我们希望您能够用心去了解 就是我们现在的灾害防救署 如果说只是取代消防局 而且由消防局改名 我们看到它存在了很多的问题 它还是没有办法统筹各部会的协调的角色 而且它的位阶也不够 应该是我们要比照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成立之前的灾害防救 这个美国的这个FEMA 联邦紧急灾变防救署的这样子一个角色的这个功能 而且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即使行政院新的行政院长 吴敦义院长他已经说了 前面的刘院长是因为这个救灾 这个这个不利而下台的话 说我们要成立灾害防救署 我们灾害防救署今年的预算跟去年的消防 这个这个所谓的消防局消防署的预算 跟去年的消防署的预算是一样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样能够兼顾其他的防灾减灾监测 啊 山后保险重建这些相关的功能呢 所以我们是一直坚持的主张啊 应该放在行政院层级 而且就统筹各部会啊 就是因为台湾的地形啊 台湾的这个气候啊 是在国际间是 联合国都已经估计 我们是受到三种重大天灾的常年的威胁 那应该要成立灾害防救总署 我也希望啊 这个金建会蔡主委啊 也能够把这样子的意见啊 能够带到行政院去 应该在行政院下面层级的 成立这样子相关机构 才有统筹协调的能力 而且这个消防署就是消防署 不能够说改名的 消防署各地也造成消防署 即使他救灾的这个状况 灭火的状况已经少了 可是他是为万一做准备 为最坏的情形做准备的 prepare for the worst这种情况的 所以不能够被取代 而是应该把消防署是 灾害防救总署下面的一个机构 是这样子的这个情形 否则的话你政府啊 设分这个多头马车 然后长期的这个 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到最后还是浪费 我只是提出这一点 请这个主委啊 特别注意 好吧 因为你也是国主规划专家 你也了解国际的这个情形 好吧 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博士 应该知道 美国的这个FEMA 怎么样这个总体运作的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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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